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数的表现情况 上升指数0.26%的涨幅 昨天我们说其实已经在再摸3400点的过程当中了 今天就是如此 但是这个占上3400点 或者说能够放量持续有效的突破3400 好像还是欠缺一点 因为你看看下方的这个成交量 还是没有明显的放大 但是创业板也是在缩量的过程当中 已经走出了缩量的四连扬 指数的表现是什么呢 市场其实是挺强的 最大的问题其实是赚钱不易 操作难度比较大 怎么来体现出这个赚钱不易呢 如果光说赚钱效应的话 其实大家已经有很直观的感受了 一天10%几 一天20%几 今天稍微明显的恢复一点 但是到了下一个交易日 能不能维持 这个就很难保证了 我们再来看一个今天最强的板块 今天最强的板块 其实就是OLED板块 但是你看看这个板块的涨幅是3.47 可是跑赢这个板块指数的这些个股只有6支 41支概念股 6支跑赢的指数 而其中京东方涨了9.58% 是远远超过了其他的概念股 换言之 这个板块的3.47%的涨幅 更多的一种呈现吧 可能是来自于京东方A 也就是说你今天哪怕踩中了这个板块 但是如果你没踩中京东方这支个股 其实你也很难分享到 这个市场当中的普涨 或者这个板块的大幅上涨 给你带来的收益 市场不弱 赚钱不易 到底后市该如何来操作 我们来听一听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 看看他们的后市会做出怎样的一种研判 今天请到的三位来宾 分别是洪书敏 季晓军 还有潘敏利 欢迎三位 我们也来看一下在微信上和大家互动的问题 存量博弈之下 现阶段你应该选择哪一类 A 价值驱动的白马龙头 B 资金驱动的题材类个股 现在这个从上一周到这一周的表现来讲 肯定还是A的这一期会更好一些 但是这个也不可能白马龙头是不是一直逞强 有没有可能题材会有渐进性的活跃呢 正在当下更应该选择哪一个 这是我们问题的一个关键所在 稍后来看看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选择情况 简单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市场的一些量化的数据吧 先来看一下自然涨停 23加自然涨停 只有一只各国跌停 赚钱效应77 今天这个赚钱效应其实很高的 昨天我们就说了 今天应该是再摸3,4 而且是个普涨的格局 但是很难有效的突破3,4 最重要的就是成交量 成交量还是没有持续的放大 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 护士两次加一起 3,894亿 存量资金的运作 是不是会制约着反弹的高度 我们来听一听几位嘉宾的观点 先来看看 洪书敏吧 怎么看待 其实如果从指数的角度来讲 是不是就是可以说市场不弱 是不是有望再进一步的去挑战3,4 有没有可能会突破它 我们能站上吗 怎么看 我认为从最近几天的指数的运行态势来看的话 未来几个交易人 或者说本周去挑战 或者说占上3400点的概率 还是相当大的 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 虽然市场成交量并没有完全的放大 但是蓝筹或者说白马 它的稳定性非常高 而且资金锁仓的意愿是非常强 那么特别在三级报披露之后 那么我也看到可能部分的白马 包括蓝筹的估值 会有进一步的一个下移 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所公布的 9月份包括三季度的一些经济数据也好 包括大量的白马股的三级报也好 都支持能够维系这样一种 由价值投资驱动型的震荡向上的一个行情 其实我们看到 A股市场一直以来 有一个被诟病的一个问题 就是好像是全球市场换手率最高的一个市场 而真正我们看到像美国市场 包括香港市场 它换手率并不高 它走的也就是量能 比较维持在一个正常的合理的水平线之下的漫游行情 所以我们看其实A股市场 如果是这样一种缩量上涨的话 也表明正在向一个价值投资型的这样一个市场 慢慢地出现转变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量没有 不要期望就指数出现这种脉冲式的这种单日大涨 但是这种震荡攀升的格局应该不会改变 但是你看您的这个观点引发出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没有成交量呢 你也可以说没有什么换手 是吧 换手不是很充分 但是你也可以说其实涨的品种比较有限 是吧 肯定只有一部分涨 大多数个股可能都享受不到资金的关注 那如果整体对指数的角度判断 如果没有量的话 你是认为其实可以走得远的 是这样判断吗 其实最近我们来看 这两天走得最好的指数 甚至已经先于这个主板和创业板创新高的指数 其实是护生三百 这当中我们看到上证五菱都没有去这个 好像创新高 但护生三百创新创新高了 又说明其实一二线的 一线排除之外的二线蓝筹股 它的稳定性其实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个三百个股票是市场的 这个重流砥柱 包括稳定器 也是A股市场投资价值得以体现的 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么当然从指数上来讲 我也认为是技术上来看 也是存在调整到位 向上挑战 或是站上三千四的 有这样的一个理由 因为知道我们看到之前的一个调整 首先缺口没有补掉 同时呢回踩的话呢 上证也是回踩到了3361这个区间 并没有跌破弱势黄金分割位 一般来讲如果回调 跌破强势黄金分割位 3380它就不会走得太快 但是若是黄金分割位 不跌破的话 说明趋势还在 它会走得比较慢 主板是这样 创业板也是类似的 这样一种状况 所以技术上来看呢 还是缺口不补 回踩这个 弱势黄金分割位 震荡漫游 这个不变 同时呢 护身300的这个 一二线的这个篮球 都表现比较稳定 然后呢 经济数据和这个 三级棒都比较量力 所以我支撑 就是说还会维系 这样的震荡漫游行情 也就是说缩量上涨 其实是可以走得远的 只不过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这是第一个 但第二个缩量上涨之后 是不是只有一部分个股 可能会走得比较好 大多数个股 可能都是一种赚钱不易 这个你同意吗 我同意 应该来说 就是说真正具备投资价值的 或者说真正它的估值 还有优势 业绩又还在增长的股票 一定不是那么多的 所以我还是认同这个观点 白马或者说长牛 毕竟还是小部分 好 那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这个标题 市场不弱 赚钱不易 会不会成八个字 将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可能一直会有持续性的 在节目当中 可能会跟大家 经常地去分享 或者提及到 除非有更大的成交量的配合 是吧 但现在看不到 来听听季晓军的观点吧 怎么看待 咱们先来说市场 市场是不是有望 再攻3,4 那么目前的这个市场 其实还是 攻击3,4 我觉得从点位来说 应该是没几个点位 而且目前来说 应该是已经 这次如果再攻击的话 是第三次了 因为前面两次 都是摸过3,4 那么随乎下来 那么这次来说的话 我觉得比之前要好一点 因为之前的话 是直接拉上去 然后就下来了 那第二次就是 也是直接碰上 后面就连续下跌 那么这次来说的话 是连续上攻 然后这样 我觉得这里面 是有一个虚实的一个过程 因为上期节目讲 我也去讲 就是它有一个虚实的过程 这个时候 其实要突破了 其实是一个 加速的运行的过程 如果不突破了 那么大家就担心的 就是一个恐高 那么这个恐高 从目前 在最近 这一两周来说的话 大家都有这种恐高 市场有这种恐高性 但最重要的结果是什么 最重要的结果 还是拉回来了 大家又回到今天 又想面临3,4 这是我们说的 市场在这个时候的心态 其实是一个动摆的 就是摇动的 但是如果说一阵确认了 其实3,4 你说高吗 我觉得也不是很高 你指的确认是什么 确认突破3,4 对 就是上任的时候 就是确认突破3,4 创业板 那基本上是 把这个年线有效确认 因为创业板 相当于是 二次战胜年线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 我觉得两个都能够确认的话 其实市场 接下来的机会会多一些 你的意思是说 突破了3,4 我们先说上证 如果上证有效 突破了3,4 比如说站稳了3,4 你的意思是说 大家的 比如说持股的心态 或者说加仓的意愿 就会更强一些 更强一些 在这个位置上 一直迟迟攻不过的话 就是还是觉得 有点担心 对 就是这个是每个 我觉得作为主力本身 或者作为国家队本身 它都有这种心态 大家都有这种心态 但是这个情况 就是比我们预期好一些 我们预期想的 这一波的反弹 可能在八九月份就结束了 没想到持续到九月份 十月份 到目前为止 这波反弹 一百多个交易者 这从二六三八以来 是没有过的 那这种情况就说明了 比我们预期要好很多 其实五十多个交易者 我们觉得很长了 现在一百多个交易者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 比预期要好的一个情况 另外的话 就是我们以前所看到的 煤炭油色等等 这些板块很差 那现在确实已经是反转了 包括还有一些 所谓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板块的一些情况 也是确认这种反转 包括你刚才讲的 这种OLED 那么京东方 京东方其实在过去两年的时候 它业绩是很差的 但它业绩在今年的时候 一季度就确认 确认大幅增长之后 那么二季度三季度 到现在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上 几十倍几十倍到这种上 那其实就是 这种机会就是 我们一天不好的 可能现在也变好了 一个是心态 大家的心态环境 持股心态在发生变化 第二个是 我们当天的经济环境 包括一些板块的 一些这个环境 也在发生变化 这个东西是有利于我们去 继续供货三年四 往上去上工的 其实你对后市是有信心的 但是可能因为 因为整个这个市场 大家对于三千四百点 还是有点恐高的情绪在了 觉得过不去 但如果说真的有效地突破了 或占上三年四 你认为整个市场的情绪 就会开始慢慢地 从谨慎变成谨慎乐观 甚至慢慢往乐观去发展 那时候操作性就会有提升 对对 是吗 你是这样的判断 好 来听听潘老师吧 潘老师怎么看待这个市场 都在说其实攻击三千四 说实话要真的想站上去 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 对 但我们在这就一直磨啊磨 磨了这么长时间 可是站上去之后 能够走得远吗 因为没有成交量的配合 是吧 你对后市又怎么看呢 对 现在这个市场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肯定 应该是很稳定 非常非常的稳定 然后主要的两年的目的 就是收复16年的1月份的月K线 那么16年1月份月K线 就在3538 那么在这个点位到达之前 我们基本上 从现在开始的 这样一个缓慢的回稳 基本上不再去看这种 就是阶段性的回调 把这个概率先排除掉 那么从上周 我们的观点也是这样的 就是在短调之后 整个市场还会继续往上走 那么到今天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 上阵指数已经开始接近三千四 然后我们的创业板指数 也已经收复年限 应该讲效果还是挺好的 那么从目前这种运行的态势上来看 这一次上来 就是说唯一的 有可能就是没有量能的配合 但是没有量能配合 反过来也说明 整个市场的 就是筹码锁定性也是非常良好 那么在目前这个位置 当初我们在三千三的时候 看到突破是一次复杂性的突破 都有阶段性的回吐 那我觉得如果从一种交错 替代的这种格局上 组合上去看的话 我觉得三千四应该是一个简单突破 不会是一个很复杂 但它的时间付出的成本就时间比较长一点 是这样的 那么从创业板指数上来看 我们是比较欣喜的 因为上一周我也判断过 就创业板指数不会有什么升幅的回调 接下来是会 比如说还是恢复到原来那种通道 还是会上涨 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 确实也如此 然后我觉得这一次创业板指数到达年线 也没有用到量能 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市场的一个就是持股的心态越来越好 那么如果是这种格局的话 我觉得这种缓慢的推升的格局 应该还是能够延续的 这是一点 如果说有波动也是小波动 这是对一个大的趋势的一个肯定 那么第二点对于节后 就是在国庆节节后回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热点都在精彩分成 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 因为我们现在只有两周多以来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这些低位的一些热点 都是一种建仓的过程 所以说虽然会有反复 但是一旦起来之后 我觉得未来中线的 他们的一个空间也会被打开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现在这个市场就会运行到一种良性的循环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热点很多 也许有些没有轮到 但是它值得等待 就是它没有阶段性的回调 那这样的话 大家在等待过程当中 热点一个一个有序的展开的话 我觉得未来是会吸引到一些外围的资金的 而且我们今天现在在讨论 就3400能不能过 但是我们看一下 包括美股是基本上 就是从09年到17年 8年的牛市 然后我们的港股 也把15年的高点全部收复 4月份的 虽然近期有所震荡 所以我觉得我们A股市场 实在是走的是很缓慢的 在这里应该是先以稳为主 但是我觉得稳定之后 肯定会有发展 在这里的话 我也觉得就是说 整个市场没有风险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 应该没有风险 或者我们可以把风险的 这个因素可以抛在脑后 然后积极地去寻找一些品种 进行操作 但是与子同时 另外一段是有风险的 就是前期一些 涨幅很好的品种 强势的品种 那我们稍后来说 我觉得这些有调整风险 为什么 因为钱有限 资金有限 你才会有些东西 它有风险 有些东西 它有机会 但是我们先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你们都觉得说 3400上没问题 但是现在被大家诟病的是什么呢 第一没有领长的主线 持续性的主线 持续性的赚钱效应 你没有 你突破了3400 又能怎么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是缩量 攻上了3400 是不是也算有效 对吧 如果你们觉得说 这是说明筹码锁定性好 但是另外一个层面也说明 其实涨的东西 永远只有那一些 大多数东西 你可能是轮不到的 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 有一些东西 慢慢会轮到的 那就是要很长一段时间了 所以您先来解决 第一个问题 您觉得如果说没量 今天还不到2000亿的量 占上了3400 那算是有效吗 算是能够让大家觉得 都说这是突破 是一次成功的突破吗 我觉得突破有各种模式 是吧 一种模式就是 比如说放量突破 这是一种模式 那我们现在是 就是基本上不期望这一点 你认可这种突破的模式吗 我觉得基本上不期望这一点 是这样的 但是缓慢攀升 慢慢地往上走 如果这种通道一旦建立 它也是很难打破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这种模式 那如果说在这边 我们要看到两个 下面的有两个缝隙 一个缝隙基本上 就是在下档的一个缝隙 已经基本上一个缝隙留下来 现在又留下一个缝隙 就331和3357点 分明有两个缝隙留下来 那这两个缝隙 实际上就代表两个步伐 就是一个底部抬高的 往上的步伐 那一旦这个步伐建立之后 那我觉得实际上它 就是你为而不攻 也是一种突破 然后缓慢地往上延伸 也是一种突破 那么一旦上方的空间打开 我觉得它的速率 有可能会增加一点 但是还是会保持 这样的一种模式 而且这种模式 它能够带来稳定性的一个 就是往上的运行空间 或许到年底 我们看到都是这种模式 而且就在这个过程上 最可喜的是看到 没有阶段性的调整 我觉得这个阶段性调整 已经很难再发生了 是这样的 那么从第二个角度上来看 如果说没有量 是不是也会形成这种格局 或者说有量之后会是怎么样 我反而觉得如果有量 我们反而应该小心一点 也就是我们往往看到 在前几次的 就是有阶段性调整 都是带量的 才会出现阶段性调整 如果在现在很缓慢地往上推升 它最多的就是一个暂停整顾 不大会出现调整 所以我觉得煤量 如果说也有热点能够分享 而且节后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么多的热点在出现 虽然维持的时间不吵 但是我觉得 这都是一些积极的信号 就是有可能 我们要以更积极的心态 去看待这个市场 那如果说煤量 您刚刚其实您是选择了 说缩量突破 它也是一种突破 对 是的 但如果是缩量突破的话 我们其实突破3,300的时候 当然大家的预期比较高 是觉得突破了之后 会有增量资金 结果你发现它是没有的 所以涨的东西还是那一批 所以现在假设 如果也预判突破3.4 它也是一种缩量的方式 没有那么大的量 那是不是还是涨那一批东西 50也好 300也好 180也好 行业龙头也好 你涨的可能只是那一批 你说到的那些 低位补涨的东西 那是需要有更多 成交量配合的时候 有增量进来的时候 可能才会顾及到它们 这个你同意吗 实际上所有的热点 也都是从偏弱品种 转换过来的 是吧 那你是觉得强的那些要转弱了 我觉得我们要这样观察 如果说一线品种 在换手率上有所增加 筹码出现松动 那它的资金流就会出来 就会到后面 所以才看得出了 现在是部分没有 但我觉得不会全部没有 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也一定要有信心 就是我们二级市场 不是一个缺钱的市场 如果说在这边有行情 不断地稳定这样一个增长 那我觉得外围的资金 也会进来 我们就看看我们的一个 融资融圈的余额 就可以知道 实际上这个余额 一单上去之后 如果要让它大幅回调 也是很难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市场 只要本身是好的 或者说它本身的一些 质地都在增长 那我觉得外围的资金 自然而然会看过来 再说现在外围的 投资的渠道 也并不是很多 所以我觉得对这一块 有可能更多的 要有一些信心一点 是这样的 对 侯书明怎么看 有量和没量 这里这个问题呢 可能是超越技术层面的 另外一个更高阶的 一个问题了 就是A股市场 我办理一个这么高的问题 A股市场它到底是一个 资金驱动的市场 还是一个价值驱动的市场 如果说A股市场 已经从一个过去 很多年以来的 纯就是说资金驱动的市场 就放钱就涨 这个资金收缩就跌 还是转变成为了 它业绩好 我知道我都不卖的 就这样一种价值驱动市场 如果 我说如果性质转变了 那确实不放量 它也可以涨 那么而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就对于指数贡献 最大的那部分股票 它确确实实 或受益于供给侧改革 它是最受益的 业绩在改善 或是能够穿越牛熊的 消费类的 这样一些行业的品种 它市值都已经几千亿了 那么这些品种 它对指数的贡献又很大 同时呢 它数量又不多 但是呢 整体的质量又很好 那么这部分品种 只要它不出现 这个筹码的送动 它会执慢牛 指数就会往上 那现在我就是认为 它慢慢地在转向 这个价值驱动的这样一个市场 但是创业版 或者说题材 就反过来看了 就你现在的这个成交量 你不可能又推动环保股 又推动医疗股 那么多的板块一起动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题材的切换的 这个速度非常快 或者说创业版 指数上涨的节奏 照道理 主板一直在上 创业版应该 如果是牛市的话 创业版涨幅应该远超于 这个主板市场 而且另外举一个例子 就有上市公司 我们以昆仑望为举例 之前我们看到 政经概念 然后呢 公布了这个三级报 政经退出前十大股东 那是不是就是意味着 有部分的就是说 创业版的一些品种 是跌无可跌了 但是它反弹的空间 可能只能先看 20%到30% 再要往上 那么是不是要看业绩啊 再要看资金 是不是能够再进来 那才能改变市场的预期吧 所以我认为 题材股还是对于资金 比较敏感 但是价值股 对于资金的敏感度 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突破三年三的时候 大家以为说 价值投资 可能会暂时歇一歇 有增量资金进来了 你就会有更多的面 可以选择 结果发现没有啊 那这一次呢 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来 钟小创的这个问题吧 这个季耀军怎么看待 你是对比了一下 上证和创业版是吗 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结论 可以跟我们分享 是这样的 因为TRIMA在过去 特别前几个月啊 在T2分之前 那么大家对它的这个态度 是非常极度悲观的 那么现在的话来说 作为市场本身来说 我们看到有些热点 有些轮动 包括一些积极的信号 有些股票 你会看到是三开头的 那它的走势并不亚于 这种所谓 大家所谓的这个 上证股林价值投资那种 那举一个例子 比如像二人眼科这种 那么最近还出现 这种价值上 其实还是挺多的 其实前一段时间 今天一看又涨这么多 像这种类型的股票 还是有一批的 那么包括像 避税员等等在内的 你说人家是三开头的 人家不行 那人家其实涨的 也不比一般的 所谓的价值股涨的少 其实最根本的东西 还是它有业绩支撑 或者它的这个题材 它所谓的这个题材 它虽然不输入政策 但它输入市场的需求 那么它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包括一些繁转类的 像以前的这种 中兴 松宁等等在内的 它的业绩出现好转了 它以前的业绩 可能不怎么样 那么它现在业绩开始好转 但虽然说 它可能不属于三开头的 但它的性质 它是跟着创业板去走的 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出现了一个传代效应 就是像感染力一样 那么有一个好了 慢慢大家都有信心 这种好是要靠业绩的好 对对对 是要靠业绩的好 有的东西是很差 但是最差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 那我觉得这里面 有多种因素 引导它向上 那么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 我们就从技术上去看 那么对比这个上证主书 或者创业板 我们去看长远一些 那么既然去看长远 那我们去看年线 那么看年线的时候 其实创业板 其实成立的时间 从10年到现在 那么基本上 时间也不是很长 那么基本上到现在 可能它差不多9年 从大概是09年到1年 这个过程 那么我们看到这些情况 那么创业板是 在今年的时候 是跌破了5年均线 因为我们没有 像上证指数 20多年的一个反复性 但是我知道 通过上证指数来看 站上5年线之后 经过一个大幅调整之后 站上5年线之后 意味着它的中长期的 机会已经开始出现 底点已经确立 它最坏的情况 应该已经是过去了 这是585的时候 对对对 是吧 这是一个大个例的事情 那么它可能 最坏的情况 它已经出现了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就是 上证指数最坏的情况 大家现在能回 往前回 那可能就2638 如果指数在乎到 如果以现在的 这个指数来看 大家觉得在2638 当时我买一只股票的时候 那么买上证指数的股票 那你可能会赚到很多钱 大家都想要这种希望 那其实创业板 到目前为止 我们去看它的低点 它是在今年去确立的 那么上证指数 在去年确立的 它是跨年去确立的 当你创业板之前 在上一轮的时候 跟上证指数 也是在 创业板是在12年 确立的585 然后上证指数的1849 在13年确立的 它也是跨年的 无非是这次 上次是创业板 先建立低点 那么这次是 上证指数建立低点 它每次出现 这种跨年的一个情况 相互建立低点 这么一个跨年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 那么今年 那么到今天为止 创业板是拉上了 五年线的上方 虽然说它还没有收红 但是它离收红 就是离去年的收盘价 或今年的开盘价 那么往上只有 2%的一个涨幅 2%多的一个涨幅 那么从2%的涨幅 从穿吧 从涨幅来说 从最低点来 1641来看 现在已经18% 如果加两个点的话 大约是20% 如果按照国际惯例来说的话 一个东西的反转 或者一个指数的反转 那么基本上的话 把20%作为它一个定义 那么现在我们差两个点 如果说这2%站上了 同时回到我们现在日线级别 它又在年线附近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 临门一角确认的信号 其实最后的情况 如果说从操作角度来说 很多人可能在一天踢 可能一天八 可能就已经进去了 他认为这已经很低了 这是左侧的 那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是一个 右侧确认的一个信号 那这块来说的话 我觉得显示的 还是比较积极的 就是我觉得这张图 可能没得大家呈现 比较倾向 这是585的时候 是吧 然后这是当时 可能是1849 是不是 1849在后面 在后面的 然后你这个是2638 是吧 然后你这是2638 2638 然后你想说的是 创业版可能见底的时间 会比上任指数 来得晚一点 对对对 是吗 但是现在应该已经是处在 筑底的过程当中吧 可以这么说吗 但是他这个反复确认 比如说他也是有下引线 是吧 你是觉得他不需要去确认 他那个下引线 其实他下引线已经 基本上已经 如果现在只剩两个月了 两个多月 如果这两个月 他如果说能维持在 这个五年线上方 那么他基本上 他就确立了 那就把这个年线作为参考 对年线作为参考 那么他最后的情况 就确认他过去了 那么如果能收一根阳线 那这个情绪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也是今天创业版 是再一次的站上年线 好我们看一下吧 这个而且这个年线 我们这儿没有显示 还是有一种下压的 但是今天至少是站上了 是吧 所以你是要考验一下 接下来这一段时间 对这个年线 是否有效地站上 是吗 潘老师你觉得呢 这个创业版 是有可能会走强吗 在接下来 如果说站上了年线的话 可能大家对于他的这种预期 就会发生变化吗 我觉得会 而且我们对创业版 一直是持有信心的 就不管上次是2638 还创业版2638 我们当时都说过 有可能是个 这个持有信心的 觉得他跌不下去了 还是觉得说 他已经可以有涨的理由了 有可能刚才 我们更多的是 从好的一端去讲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来谈谈差的一端 实际上我觉得 怎么讲 就是说一些好的公司 当然有好的价格 但不一定是好的股票 然后一些差的公司 当然也有差的价格 那是不是 未来会成为好的股票 当中也会有转换的 那么从创业版 我们从业绩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从未来角度 有可能不会比现在更差 也就是说 现在的一个业绩角度 虽然说有增长 但是有可能 获取比不上一些蓝筹 但是未来 我觉得他的转换的 基数就会低 如果明年 我们再回国头 来看看创业版的一些 比如说成长的一些幅度 我们就会获得一个 比较低的基数同比 当然这是同比 那么第二个 从环比角度上来看 如果现在这个时点 是最差的 那我觉得比如说 包括到年底 包括到明年的一季度 有可能都会有转换 所以说环比角度 我们也是 第二个角度 也是乐观的 那么从第三个角度 一般而言 现在机构 包括基金 包括一些 包括我们的 哪怕我们券商的一些 投好 值投等等 他们的一个选股思路 都是从业绩 有业绩 我才入选入库 没有业绩 我就不会入选入库 有增长 我才会把它作为一些 比如说买入 一些 比如说一些配比 但是如果假设这些品种 一没有业绩 是吧 然后二 没有增长 也没有成长 那么这些品种 它的价格就自然 就会走到一个低端 走到一个最低端 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 一个好的股票 我觉得就是 它在三五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很低的价格 才是我们真正 应该买入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 所以你这才叫价值投资 我觉得这是真正的 价值投资 是在机构的前端 也就是说 等这些成长 好股票好公司了 才是卖给机构 让他们再进一步的 去深度的挖掘 他们未来的一个成长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 就是我们有可能 比较领先一点 所以在这里埋伏了很久 是这样的 那么从第四个角度上来看 我是这样想的 针对于创业板这个指数 如果大家试看一下 实际上从那个1641点上来 每一次放量 实际上基本上 它都是一个行情的 短期的一个高点 是这样的 然后基本上 从它整个运行态势阳线 反而是量能上 并不是很多 但是这往往也是一些 机构建仓的信号 也就是前期 他们很看差创业板 所以说他们手上 没有创业板的股票 那么如果未来 要转向创业板 肯定要先买股票 那先买股票 肯定是一个反复的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 我觉得也会比较长 当然不会一出而就 但是我们却很欣喜的发觉 现在很多创业板当中 一些大的一些公司 当然除了乐视 而乐视就看 未来基本上有没有转换 如果说没有的话 一些其他的一些大公司 我觉得基本上 现在相对都比较稳定 所以说如果这边 一旦突破年限之后 假设有一些量能进来 那我觉得创业板的速度 有可能会超越主板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时点 应该是投资创业板 最好的时点 也就是说前面 有可能埋伏得很辛苦 现在有可能 未来会有点收获 就可以获得收获的时间节 但是刚才洪书明 举了个例子 比如说昆仑万维 我们真正创业板 看到起涨是这一天 一根打烊线拉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中报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阶段是披露中报的时候 所以创业板 噼里啪啦的跌是吧 但是中报出来之后 你发现昆仑万维 塑胶科 正经进去了 结果你发现呢 你现在看到了 三级报的情况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 就人家可能就是 做了一个超跌反弹 如果说在这个阶段 他进去了 然后走完了 你觉得在最近这一段 他有接回来的可能性吗 我是这样想的 你怎么看待建仓 我是这样想的 建仓是这样的 就是说建主板仓 和建创业板的仓 我觉得应该是两种思路 如果建主板仓 或者说是从前期做的话 肯定要有机构 构同参与 因为盘子很大 打不起来 但是如果建创业板的仓 我个人认为 最好避开枝构 最好避开枝构 不要里面就有枝构在 是这样的 实际上按照现在 创业板这一点点亮的 我觉得一些 包括一些思路 包括一些个人投资者 足以 足以已经可以运行 本身的创业板的 这些股票 就短期之内 哪怕你两三个月的 运行已经足以 所以不要去选择 那种里面有枝构的 因为枝构大家都知道 就像两块加板 就正反打 是吧 你上来了我就抛 下去了我就买 那么正反打 是打不出趋势的 除非他认可 他的价值 大家一直所藏 所以我觉得 如果建仓创业板的品种 建议是避开枝构 洪说敏 我认为 这确实是一个难点 对 因为我们来看 其实最近市场当中 涨到最好的 大盘国也就是京东方 其实在去年的 三季度的这个时候 它的业绩是很差 甚至是亏损的 那么你能够有 前瞻性的眼光 看到明年的 这样一些创业板股票 它的业绩 就像去年的京东方的一样 会出现很好的改善 甚至反转 那如果有这样的前瞻性 我认为是可以的 那是不是 它是具备普遍性 这个男生难在哪 所以大家才会看机构 因为总觉得机构的 专业性 他所了解的信息 肯定是比我们 普通投资者 哪怕是大户也好 游子也好 他来的可能更加全面一些 但是当你发现 机构都不在的时候 你回去怎么理解这件事 除非要么它是周气股 周气股它的低股的时候 你做这样的操作是可以 如果是一些新兴产业的 宗小创的这样一些个股 确实去做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特别是我们也是知道 宗小创的它的个股 它业绩的不确定性是更强 比如说拍电影的 你怎么知道 它明年的这个电影配方 就卖得更好 或者做一些在线教育 你怎么就能够看清楚 它明年的这样一些教育的产出 就会更好 所以我确实认为 为什么巴菲特是大师 人人不能成为巴菲特 就是要有前占性的眼眶 看到可口可乐以后会大卖 所以我认为这确实 位置低 不会再差 确实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但是是不是每一只个股 都能够让你把这个种子种下去 那是一个难点吧 对我也想问 这个挑选还是很容易的 因为正是因为他们 大师 他老师 没有没有不是 我首先不是大师 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进入到 一些机构的视野 所以我们挑选的余地 就更为宽广 是这样的 那我觉得对一家公司的了解 比如说你可以从一些 这家公司是不是具有一些专利 这些专利是别人所没有的 那么在这方面 他有可能未来就会 在自己的行业里面 有可能凭着专利 有可能会领先 这是一块 那么第二块去看一下用户数 看看用户数有没有反转 如果说有些 比如说他的一些项目 他的一些 部署的一些战略 在用户数上 未来会有爆发式的增长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块 还有第三块 就是如果你是亏损的 那么你打败所有的对手 我就用亏损去打败所有的对手 比如金东方就是一个案例 然后未来我也能够 就是比如说自己能够站立在 就是没有亏损的 没有亏损的对手的 这一方面 我觉得这也是从第三点 那么从第四个角度也很容易 因为小公司要成长 它的一个倍率 就会出现得很快 所以说在未来的话 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那么这四点 我觉得应该找到一家公司 还是挺容易的 我再补充一下 好 你再补充一下 三级报马上到10月底就会披露完 那不妨呢 大家可以看看 比如说是中小创的公司 当中又没涨太多 但是又出现业绩可能还不错 同时它的股东结构当中 出现了一些社保这样的一些新的 前提是股价不能涨太多 那么这确实是一个 更适合大家的参考 按照三级报的业绩和股东结构 再结合位置和涨幅去进行挑选 可能更适合大众吧 好 这是刚刚说了一下 这个市场确实不弱 每个人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亮点 但是具体说操作如何去把握 那就另当别论了 赚钱不易 其实是摆在当下的一个客观事实 其实像潘老师刚刚说的 有它的好处 因为安全边际高 但是你需要用多长时间 或者说你能不能被市场验证 这是个不确定性的 但如果说你去选择行业龙头 或者价值白马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确定性摆在你面前了 你不确定的是 你现在买在这个位置上 到底是还能享受它带来的收益呢 还是说你可能是接了最后一棒 所以总归有各有利弊 那我们就来看看市场 当下的这个环境吧 让你更多的应该去选择哪一类 或者说你的更大的仓位 应该放在哪一类 昨天我们做了这样一张板 就各个指数的涨跌比 的一个对比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 昨天像上振50 其实是最好的 因为上涨的比例达到84 180是70 互生300是33 但是中振500是33 所以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说这个现象在今天会改变 就是中振500的表现 像中小创业好 中小版创业版 甚至中振1000 应该都会比上面几个要表现得好 所以大家今天可以看一下 上振50今天是涨跌比的情况 上涨比例是最小的33 然后49 52 67 所以你看倒过来了 但这种倒过来是一天 还是说只是短期的现象 后面能维持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 赚钱不易是吧 你当下更应该选择哪一类 我们整体其实就分为了两类 一类就是行业龙头价值白马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数据 这个行业龙头指数 这是行业龙头指数 总共就是50多只个股 年内的涨幅是32.14% 23个行业龙头的个股 是跑赢的指数 占比42 换言之 哪怕这个指数包含的 还不到一半的个股 其实是跑赢这个指数的上涨的 我们来看几个 这个今年表现最佳的行业龙头个股 都是在那个行业板块当中的 方纳碳素 是吧 这个板块年内涨了 它涨了181 你看一下它这个板块 9.72 海康威是涨了138 这个板块32 万华化学 京东方A最强的 102的涨幅 板块26 三安光电 陈明指宴 美帝集团 再来看一下其他的 复兴音药83 这个板块11 国旅78 这个板块13 是吧 中心通讯77 这个板块8 伊利75 这个板块不到20 只有9 可以看一下 只有9 茅台涨了72.8 整个这个板块有58% 其他的像水泥啊 神华等等 大家就看一下 换言之是什么 其实就是行业龙头表现的最好 对吧 但就摆在你面前 是不是还能够再去选呢 还是说这个行业龙头打出了空间 你去做其他补涨的 来说一说吧 季晓军 你选择哪一类 是选择这一类吗 如果说 怎么说 如果从龙头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做价值投资来说的 肯定要选择这一类 就你是做价值投资的 对对 好 所以你是擅长选择这一块的 对对 是吗 那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这些问题的话 你觉得有解决办法吗 我觉得目前还是有办法的 因为大家所看到的 就是涨了很多 就是后悔当时为什么没在底部 对 我觉得大家要共同的一个心理 但是现在还想买 就是怕高 但是你不买 它还在涨 而且过段时间又涨 又创新高了 你确定你不买的话 它还会涨 对对对 所以你建议大家可以关注 这是一个 这是我们从长期来说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作为价值投资股来说的话 它本身它有一个节奏 它的节奏就是 它的业绩增售 跟它的股价涨幅在赛跑 如果这段时间 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业绩 是每三个月才公布一次 但是我们的股价涨的时候 它是每天都在涨 它可能一个月 它就把三个月的涨完了 对吧 这是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只要去衡量 比如说这只股票的 它的业绩增售 可能15%或30% 或者精彩树立15% 20% 或者它的精彩 那么包括实营率等等 在那里的一个变化 那么可以看出这个变化 跟它的股价的变化 它有一个匹配度 我觉得大家把这个关系找好 也是可以的 有的时候 大家在龙头里面 也会做这种关系 就是它的主营收入 跟它的市值的一个变化 比例 它是一个区间 在这个区间去做 那如果说你在这个区间里面 去买入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你具体的一些标准是什么 跟大家分享 那么我今天就是说 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 去说一些标准 那我肯定最看的 就是这家公司凭什么赚钱 它肯定是从它 它投入了那部分钱 所获得的收益 那我就把它 净资产收益 作为一个标准 就是ROE 我可以把它作为标准 那么什么呢 一个算为优秀 就ROE能达到15%的 这算是一个比较优秀的 那多少年呢 如果说能有三年到五年 ROE都在 平均都在15%以上的 那我觉得这家公司 是一家好的公司 那五年是更好的 那就是通过数据发现 我们通过 统计这五年的一个ROE 那么其实也是挑选出来 77家 从三千 77家 对对 从三千多家公司来说 所以说这种公司的 其实选择性 还是比较容易的 你通过这标准 就这一项标准 你可能就只能选择这么多 如果你说放宽一点 选三年的 那可能是上百家了 那么其实 如果能选一家 最好了 那你只买它了 你在买入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过多的考虑了 你就没有什么 这个难点了 对对对 那么这是一个 这是我说的一个标准 第二个就是说 大家如果说不能够知道 那看主营输入也可以 或者这个金利润 在行业当中 比如说我水泥 或者是我是煤炭 或者我是钢铁 那么或者是 我是前MT等等的 我找一个龙头 那我找这个行业 在行业里面 按主营输入排名 排名到前五名 或者前十名 你做一个标准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你只买第一名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你如果说 你没有什么选择 你就选择第一名的 那然后再接下来 你就按照技术条件去选择 后面我再讲技术条件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按照主营输入和金利润 一般情况下 它会有一个变化 就是有些行业里面 可能它第一名 它可能一直是第一名 但有些行业 它可能就不是 像特别像医药类行业 它可能就变化比较快 也连大家都知道 最早的是云南白药 大家觉得它老大 那随后就是这个上海市 做写业这一块 那么现在成了 恒如医药了 那么大家都在会变 有些行业里面 老大会变 那老大在变呢 那么大家可以 不妨去选择 前十名的公司 去选择未来能成为 所一所二的 或者能出现一个错位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 就是你把它排名出来以后 去找一个错位的一个机会 比如它按照主营收入 按照金利润 它是排名前十名的 但它的股 按照市值 它排的十名以外了 或者不符合它的位置了 那我觉得这里面 会有一个套利的机会 它 比如它现在价位 到第十名 它应该是多少的空间 这个医书里 也是可以算得出来的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看一个 通过一些 事件性的一个影响 有些价值性的股票 比如像复兴医药 大家都认为它很好 就比如说有一些 事件性的意外的 一些黑天鹅的发生 对对对 这个是这个 比如说万一 出现了一些黑天鹅 你这个买 也是需要一些 你的胆量和勇气 你对这家公司的 一种认可和了解 我想问一下 就按照你刚刚这种方法 在现阶段 你能够选出来的股票 还有那种 没有被市场挖掘 就是年内涨幅 不是在五十六十 八十一百以上 还有吗 也有的 在哪些行业 可能居多一些 你给大家一些 这个透露一些吧 大家可以按照你这个方法 然后选了之后 可以拿着的 那好 那我就给大家 就是我们统计下来 就是其实 ROE能达到百分之十五的行业 主要集中哪些行业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所看到的 像这种金融行业 特别是银行为代表的 是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的 那么呢 会心一笑 好 银行 对吧 第二像医药 里面是有的 包括食品饮料里面 也是有的 包括还有一些 像汽车 汽车类的 那么可能大家 不重视这些行业 一些零部件的 它可能也能达到这么多 这还有一些消费品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种消费品 做这种标签的 或者做这种 这个一拉罐的 等等在内的 这可能不被大家所认知 就是说 不太非常看好的 但它业绩 确实是毛利润和金融润 它能达到这么一个稳定性 其实它也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估值或者价值 你能够去评定它 因为它比较稳定 它无非是在市场的 一个波动当中 出现了这么一个低估或者高估 好 我觉得这里面是可以找得到 这些行业当中 是可以找得到 好 总归是需要更多的 一些专业知识 去匹配 然后你能够把这些 个股筛选出来 按照你这个方法 现在还是有 可以被挖掘出来的 可以让你 就持有一段时间的 目前还没有相对 比较大涨幅的一些品种 好 稍后来听听 另外两位 到底是做价值驱动 有什么方法 还是做资金关注的题材炒作 先来看一下 在我们精神股市 微信当中 招募热头顾的情况 只要你是有资格认证的 投资顾问 都可以在有看头上面 以示身受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选股 你势赛必得 得心应手 手到前来 看盘 你举重若轻 轻而易举 举世无双 挥舞你的点睛之手 燃烧你的投资之魂 最强投股擂台 已为你升起 不服来战 报名入口 请扫二维码 好 欢迎回来 先来了解一下 估值期货 以及商品期货的表现情况 联系到的是 东正期货的李志祥 李志祥你好 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分析 好的 在商品期货中 同方面 9月金链铜 进口数据明显好转 引发了市场 对中国铜需求 阶段性好转的预期 不过该进口数据 部分是由套率因素所驱动 10月份 进口或延续在年内高位 保税区流入国内的投资 增多将有助于缓解 国内供需偏紧的格局 近期 国内多地 现货铜 升水持续回升 但随着国内供给的 逐渐增长 以及进口的回升 这种现货偏紧的格局 料将难以持久 此外 铜大壮也将对 中下油铜的需求 形成抑制 在煤交方面 主流钢厂 煤炭现货采购价格继续下调 目前累积 调降幅度在500元每顿左右 已经比较接近模式 此前的提涨幅度 交换厂盈利 虽然被严重地打压 不过由于 焦煤现货价格仍保持坚挺 焦炭价格下调 还难言结束 此前 随着停现产煤矿 逐渐开始恢复生产 供给时将会出现 一个边际上的增量 加之下油钢胶 电焦煤库存是相对充足 除非煤炭 煤矿是自主现产 焦煤现货价格回落的压力 是依然较为明显的 在估计区方面 本周前三个交易日 50气质是症状调整 而500气质和300气质 是走势偏强的 前二十期货员 持航变动方面 相较上周 三大气质继续持续了 净空持航的水平 其中300气质和500气质的 净空持航水平 仅小幅下降 而50气质的净空持航水平 基本维持不变 但随着粮食融资与额 在目前是出现了 一个下滑的一个迹象 风雨偏好 或者是存在一定走落的可能了 那么气质在短期内 偏强的格局或难以延续 好的 主持人 好 谢谢李志祥 接下来咱们回到市场当中来 刚刚听了这个季晓军 比较擅长的 就价值投资 白马驱动的 这些选股的一些方法 我们接下来听听洪书敏 比较擅长这种 资金关注度比较高的 一些题材 这个炒作 但是现阶段 哪些是可以去做的 你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实际上国庆节后 大概两三周到现在了 我感觉这个市场 前所未有的 在题材炒作过程当中 遇到了瓶颈 甚至是非常难 那很大一部分原因的 也确实是 一个市场没有增量 如果题材 我们知道 它对资金非常敏感 持续不断的增量推动 那么存量的困境之下 使着题材与题材之间的 这样一种竞争关系 也更为突出 有新题材 老的题材就起不来 陷入这样一种困难 那么另外一方面 也是因为市场的 这样一种操作手法 太过于同质化 都是非常了解 就知道哪个股票 先涨停了 它就是龙头 龙头战法 好像这个已经是路人皆知了 形成了非常一致性的 这样一种操作手法 那么就造成了 个股就顶一字版 虽然 看有些品种 涨幅还是比较亮丽 但是实际的操作性 非常不好 那么另外一方面 也是可能是 由于一些制度问题 我们知道 可能五个涨停板 可能会有一些 制度上的 这样一个停牌制度在 所以各股 往往我们看 捷后的龙头股 都没有超过四个涨停板 也是抑制了 这样一个 题材发酵的一个空间 那么从目前的 这个情况上来看 那捷后出现的 这个医疗也好 环保也好 和这个港口物流也好 都遇到了 这样的一个困境 而且难点 另外一方面呢 是在于 我们说 不仅板块之间有竞争 板块内部 龙头也经常 这个切换 所以实际上 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要么第一时间上了 第一时间 即便是买一个 跟风票 都还是赚到钱 如果只是单一的 追踪龙头 你买到龙头了 可能就是见顶了 第二呢 就在第一次分化之后 寻找卡位反包的品质 因为我们 无论是从医疗 还是环保 还是到港口物流 都发现了 这样一个现象 龙头股 好多市场活跃资金 都上了 但是套住了 它会试图 打一个非龙头品种 来进行卡位 来解救龙头股 当中的被套资金 我们称之为 反包式的卡位品种 那么这类品种 就在今天盘中 也出现了 比如说在上海板块 上海乌帽 尝试这样去做 但是正用于板块之间的 竞争太激烈 我们看到 下午刺心股起来 然后那边又炸板 这操作难度 实际上是非常大 不要说 昨天还是涨停的 涨停打开之后 第二天就是跌停的 现象都出现了 就算是上午和下午 也是千差万别 所以我认为 实际上是 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新热点第一天 不管是龙头肺龙头 买得到先买 或者说是 等待换手之后 寻找那种 卡位反包的品种 而且操作手法上 是只能是低吸 那么第三 如果是展望未来 我认为就是说 今天下午起来的 刺心股和高宋转 这样一个题材 可能会走得 更有持续性一些 首先在表现的方式方面 它和之前三四个主题 相比它没有那种 上来就一字版 而是通过充分的换手 有换手才能走得远 那么另外一个 从时间节点上来看的话 那么我认为到了 四季度和明年的一季度 往往都是历年以来 刺心股叠加高宋转 这个炒作的一个高峰期 而且从今年来看 其实今年的年初 也恰好正是刺心股 炒作的这样一个高峰期 那么我们对比一下 去年的行情 实际上从9月初开始启动 是金轮股份启动 到了11月初 然后金轮股份 是出现了这个翻倍之后 之后又有燕糖乳液 一批品种 继续的是接力 一开始往往会炒作一些 这个田犬股 到之后会炒作高宋转 预期股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们会发现 实际上是有一些 高宋转预期股 开始慢慢走出来了 而且当中不仅仅是有一些 好像是短炒一波流的 有一些品种开始走趋势了 那么所以我认为 这个板块的生命力 包括观察的这个时间周期 可能会比 节后的前三个主题 更长远一些 也就是说在题材当中 你更多地欢注刺新 但是刺新里面什么题材呢 就是高宋转 那你现在选择的方法是什么呢 对 因为其实在这个国庆后 国庆前后市场 也选择过这个方向 因为当时代表性品种 川金诺 然后发现这个业绩下滑之后 马上逻辑就被证伪 所以使得这个题材的 表现的这个时间点 在往后延 那么实际上呢 最近也是形成了一个 这个我们说逻辑 就是一个 美股公积金 当然是比较高 至少在两块以上 那么这样的品种呢 相对来说 它具备高宋转这个基础 另外一个 那一定要经过三级报的 这样一个预披露 或正式披露之后 确定业绩它是增长的 那可能在这个政策方面 更具备这个高宋转的 一个潜力 所以业绩加上 美股公积金高 是一个这个方向 同时呢 我们也会发现 就股价不能太高 股价如果是超过100块 虽然它美股公积金 非常高 但从历来的经验上来看 超过100块的股票 即便有高宋转 它也没有散户基础 所以可能倾向于 股价是在 30块到50块之间 同时美股公积金 相对较高 可能不一定是10块 那5 6块 3 4块的 那同时呢 它三级报业绩 但是如果说到高宋转 我在我印象当中 今年其实炒过高宋转 但炒过有一段之后 我们会看到 有一些相关的问询函 就问询函说 你为什么时转20 你为什么时转15 你的业绩匹不匹配 是吧 然后也使得当时 好像是中报的时候 炒作高宋转的这个 这个情绪啊 一下子就下降了 所以你觉得 高宋转这个题材 在现在还是有炒作的空间吗 正是由于它有那个 对于业绩的 这样一个关注度在提高 所以正好也是 帮我们筛选一下 因为当中可能 部分的次行股当中啊 它不仅仅就是说 它就是一个纯炒作 因为它慢慢地 也有点在走中线的一些股票 它也可能是具备 价值投资的一个机会的 同时呢 如果它的题材 或者说主营方面 又是契合目前市场主线的 说大一点特斯拉概念 或者大一些 我们说同样也是消费股 这一些好像 它是投资投机 两相宜的这样些品种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医药股 或者说一些小家电的 一些厨具类的个股 它可能本身也具备投资价值 也有高松转的钱 那就是说 现在的高松转和以前不一样 以前是炒高松转预期 什么美股工具金高 未分分利润高 现在是什么呢 其实你是业绩好 然后叠加了有高松转题材 再叠加次新股 就加什么 你可能相对来说 加条件要更多一些 市场的表现 或者关注 资金的关注度 可能会更高一些 好 稍后回来听听潘老师的观点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 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上 今天的投票结果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抽奖 可以抽取一位幸运观众 获得由非科智能电器 为提供的经美奖品 我们请大部分观众起来 看看是哪位幸运观众 好 停 好 恭喜尾号631的观众 工作人员会尽快 和您取得联系 明天可以申购 三支新股 贵州燃气 730903的申购代码 2块2毛1的发行价格 36000股的申购上限 华信新财 300717的申购代码 14块2毛4的发行价格 16000股的申购上限 以及海川智能 300720的申购代码 11块7毛4的发行价格 18000股的申购上限 明天可以去申购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在微信上大家的投票结果 46%对54% 资金驱动的题材类个股 略多一些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仓位的情况吧 加仓减仓 今天还是仓位不变挺高的 30减仓29 其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潘老师让您选 您选哪个 给出我们建议吧 如果说让我选的话 我基本上 首先他们的投票 我会选择资金驱动的 资金驱动 这是第一块选择 因为我觉得近期 好像这边弹性更大一点 然后那边白马 我觉得有一些比较累 然后也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 是这样的 那么从那些 操作的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 如果有把握就中仓 哪一类可以中仓 您来说一下 我觉得 比如说 对那种超跌的 一点点开始 转向活跃的 我觉得就应该要中仓了 在这里 如果说没有把握 没有把握的话 我觉得也应该要 半仓滚动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点 不太适合空仓 因为目前这个市场 是一个结构化的行情 是这样的 而且整个趋势 应该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 总的操作应对 偏向于积极 有可能会更好一些 对 所以你中仓的 就是在超跌的 你中仓 它的理由是觉得 它跌不下去了 对 我觉得它下档空间 风险都很小 是这样的 还有一块 如果说未来有繁早 无非就是 要么就